把中華民國當作是兩岸的復國神山 這到底是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 不知道你的幕僚有沒有跟你講 你剛才有誓言 你說把中華民國當作是兩岸的復國神山 這到底是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我跟你講 你們今天晚上的名嘴 要忙著替你消毒這一句話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其實也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我們談憲法要優先談人權保障 要有人權保障 一定要重視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第二個 如果拿民國35年所制定的憲法來看的話 其實你會失望的 因為當年李登輝總統任內 推動六次修憲 目前我們在台灣運作的這一部分是徵修條文 也就是以台灣為發展為中心的內涵的徵修條文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當然如果憲法或是其他的法律可以團結國人 我們當然要尊重要採用 但是如果要用來解決兩岸的問題 這恐怕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致死 不同意中華民國的存在 中國在國際上的三階段論講得很清楚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兩岸同屬一中 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那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在國內 把中華民國當作是兩岸的復國神山 這到底是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 台灣已經從專制獨裁的時代 走向今天民主開放的時光 我們要珍惜這一切 我們不能夠走回頭路 我們一定要勇敢的勇往直前 未來我當總統 我一定會凌聚台灣的共識 走出一條大家團結的道路 既能夠保護國家 也能夠發展經濟 造福全國人民 不知道你的幕僚有沒有跟你講 你剛才有誓言 你說把中華民國當作是兩岸的復國神山 這到底是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我跟你講 你們今天晚上的名嘴 要忙著替你消毒這一句話